中东从来都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被称为世界的火药桶,而以色列却是这个火药桶中最易点着的地方。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矛盾,至今仍然难见缓和的迹象。 尽管每次以色列在武装分子对自己发射火箭弹时,都用猛烈的空袭,运引了血腥的回击,但是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却曾出不穷。 就在刚刚,几十枚火箭弹突袭了以色列,而以色列誓言要让发动袭击的背后支持者付出血的代价,弱小的组织能够对强大的国家发动连续的袭击。 毫无疑问,这背后一定有支持力量。 据半岛电视台中文网,10月28日报道,以色列官方表示叙利亚和伊朗政府才是加沙地区火箭弹袭击的幕后策划。 为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组织,提供了背后援助。 以色列强调,以色列的回应,绝不会受地理限制。 其威胁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意味不言自明。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持续多年,这场冲突时至今日仍然在继续。 在这场冲突中,以色列方面毫无疑问,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空中的战机和地面坦克都是属于以色列方面的力量。 但是尽管处于绝对的劣势,巴勒斯坦仍然没有放弃对以色列的反抗,使用火箭弹对以色列发动袭击。 这种方式既连战而便捷,虽然在物质上对以色列的伤害并不是很大,但是可以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 因此巴勒斯坦火箭弹袭击,对于以色列是回击不去的梦言。 为了阻止这种对以色列的袭击,以色列方面除了部署拦截武器之外,唯一的办法就是,每次袭击之后对袭击者实行最猛烈的回击。 以往每次火箭弹袭击之后,以色列都会用大规模空袭,让对方血肉横飞,以求得令对方不敢再发动袭击。 以色列的回击是残酷的,但是仍然一直没有打垮对方反抗的意志。 其原因,除了巴勒斯坦人的坚韧部屈外,背后其他国家的支持也至关重要。 正如以色列所言,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支持是重要原因。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积累已久,伊朗和叙利亚都曾是以色列的战场对手。 如今在叙利亚战场上,两方面也仍然是处于敌对状态。 因此,叙利亚政府和伊朗支持对以色列的攻击,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 不仅能对以色列造成损伤,也能减轻自己受到的压力。 对此以色列心知肚明。 不过,按照犹太民族有求必保的心理,以色列方面不会对伊朗和叙利亚手软。 如今,以色列和叙利亚,伊朗在叙利亚战场上有直接的交火。 在以色列受到袭击之后,乙军必定会发动猛烈的报复。 除了直接打击发射火箭弹的武装之外,乙军恐怕确实会不顾地理因素, 对伊朗和叙利亚政府进行报复行动,而最直接的报复方式, 就是增大在叙利亚战场上的空协力度,对叙利亚政府军目标和伊朗目标。 进行严酷的打击,按照以轩的空军实力,全力发动打击, 确定是会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力量,造成严重的伤害。 如今以色列已经被惹怒,犹太民族不让对方血债血肠, 是不会停手的,按照以色列的风格,必定对袭击自己的对手, 予以十倍乃至百倍的回击,彻底压制对方,向对手明确展示发动袭击, 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何况,以色列为了警告叙利亚和伊朗,也会拿出点实力来展示。 以大威是自己的这两个对手, 以色列对反应武装背后撑腰的力量不会先平气和。 恐怕接下来在战场上,叙利亚和伊朗目标, 会受到以色列空军的猛烈袭击,犹太民族的炸弹会使以色列给他们的回应。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